英倫大宅行李箱当茶几 之前来到英国伦敦 到访在富咸的三层独立屋 一楼的大厅 在客厅找不到放电视的位置 那就可以在火炉的左右摆放沙发 放在沙发中间的茶几 其实是Vintage行李箱 比传统木茶几更加特别 行李箱是在East London Brickling这首市场买回来 大概三四百英镑吧 一到厨房 主场的颜色给人一种惊喜 想把surfboard挂在墙上 又想令厨房summer一些 于是就把厨房擦了Tiffany蓝 1966年出产的绵羊仔都成为点缀 上到顶楼就是屋主的睡房 睡前的天窗设计在英国居室很普遍 但香港人就一定很羡慕 这张二手Victoria Desk 是屋主的全家之宝 大概600元英镑 细心留意细节的部分 便会看到桌面的压文图案 进避传统点压 床边就放了狗仔的木床 拉开柜桶上的小隔 就是电话簿 其实这件傢俱 是以前用来放电话的 每件傢俱都有段故事 相当有趣 所以没关系 我来过去看看 要让你得到 我摇抗 你能够装置